各位學員,大家好 要進入課程之前呢,教練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52年次 那我的經歷呢,有新住民機車下鄉考照獎師 這個等一下我會稍微再介紹一下 那我是民國84年加入駕訓班這個行業,那前後呢 也快30年的經歷 那駕訓班的櫃檯行政教練我都帶過 那汽車考驗員,檢驗員,氣購講師,法規講師 我都有 目前在經營一個叫做新手駕駛快樂學習平台的教學網站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介紹 加入這個行業,我之前是做什麼行業 其實家人之前是開一家小小工廠 那因為84年那個年代 母工廠都移到大陸去了 那移到大陸去之後呢,台灣的一些 衛生工廠就全部掛掉了 包括教練在內 那沒有辦法,你還是要工作賺錢養家啊 那就無意間踏入駕訓班當教練 那當教練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 優點就是時間好控制 學人呢,沒有課我可以回家,因為我工廠的機械還在 我可以做一些樣品啊,打一些樣品來賣賣看,開花一些東西,因為教練也蠻喜歡開花一些東西的啦 坦白跟各位講 沒有賺到錢啦 因為真的那條路不好走 不好走 有機會我們再分享給各位學員 接下來 我們來認識這兩位 應該大家都不陌生 一位是立法院的院長 一位是 紅頂商人 銀臉娘 那重點是,他們是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了解 他們是什麼關係 貨班名譽博士潤泰大老闆上台前先向昔日恩師王金平行大禮 深深三鞠躬 銀臉娘感性致辭 談到年少輕狂 被父親送到靖德中學管訓班 到校第一天就和人打架被刺傷 幸好當時的數學老師王金平慈愛包容 改變了他的一生 受到機動處 頻頻哽咽 視淚 感謝施恩 受傷啊 王老師 等到我 我上 他就勸我 他說我這樣做是不負責的 因為你身體罰富啊 所有的父母 並肩而坐 不斷交投接耳 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連王金平坐車離去 銀臉娘都是全程敬禮目送 感謝再造之恩 昔日失聲 今日一個成為商場大亨 一位縱橫政壇 從那段影片呢 我們知道他們是失聲關係 那我們也知道 跟對人很重要 假使銀臉娘那個年代 他沒有碰到王金平 那可能是 還是成兄鬥痕 搞不好是幫派老大 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 所以呢 跟對老師 重要 很重要 人生的旅程呢 當你碰到對的人 你的方向 就會不一樣 你的成就 也是不一樣 這應該各位都認同 各位都認同 那為什麼上課 要談到這件事情呢 因為各位來教訓班學 機車 或開車都一樣 你碰到對的講師 他會告訴你 很多經驗分享給你 你以後外面開車你就注意到了 這個講師有講過我要注意什麼 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在教新住民的資料 就是 外籍新娘外配 來我們台灣他一定要有駕照嘛 有駕照才能去工作啦 賺錢養家糊口 那這些都是我教過的學生 那為什麼有這個機緣呢 我踏入教訓班以後 我碰到一位講師 他是建立手的道安講師 他姓葉 他姓葉 一個道安講師 他姓葉 那他我看他在教學過程中呢 也有很多技巧 很多技巧喔 但是呢他有一個缺點 他不會電腦 他不會電腦 所以他的教材很傳統 要粉筆寫 那後來就跟他講 我們是不是來調整一下 我來做一些教材 讓學員更容易了解 他就相信我 那我就 幫忙做了很多教材 透過呢 透過 電腦 因為他電腦不會啊 我電腦會啊 喔我電腦為什麼會 我還沒有踏入教訓班之前 我在開 小小的工廠 我不會電腦 我只知道電腦是要玩遊戲啦 那 其他最後都不知道 那後來踏入教訓班我是了解一下電腦 了解電腦 電腦可以做文書處理 還可以做簡報 那甚至呢 可以延伸到影像剪輯 很多方面啦 很多方面 那教人就開始摸索 摸索 那這個有課程的 開始摸索 那有機會我再分享給各位學員 我只能告訴各位學員 有時間 有空檔 多學一些東西起來 你覺得有興趣你就學 當你要用到的時候你會覺得哇 對你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因為教人就碰到了 你看我學電腦之後 OK啊我都會教人啊 不是說很厲害啦 就是可以說 我需要的我都會 這是要提醒各位分享給各位學員的一件事情 什麼是術科什麼是學科 你會問為什麼要上學科 目的何在 對啊目的啊 你做任何事情 有任何目的嘛 那教練這邊只能告訴各位學員 術科就是教練教你 騎機車的一些技巧 你怎麼使用煞車啊 才不會打滑啊 你要怎麼轉彎呢 車子才會翻車啊 才不會打滑 這些動作 那你 騎車的時候要注意什麼這些 那學科呢 就是教室的課程 那教室的課程呢就是 我們的經驗分享 我們要告訴你 以後在外面騎機車 你會碰到什麼狀況 你要怎麼去應對 因為不能發生任何狀況 發生任何狀況 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好 這裡有三句話要送給各位學員 不會微笑呢 不要開店 不會讚美人家呢 不要說話 不會說故事呢 不要做行銷動作 要把它記起來喔 以後你靠入社會 你工作 你當老闆 當業務啊 都一樣 這三句話 記在腦袋瓜裡面 對你絕對有幫助 那教練為什麼會談到這三句話 因為這三句話 學校老師不會教 也沒有教 老師會不會教 老師不要教 為什麼不要教 因為考試不會考啊 你在學校學的都是應付考試啦 那你社會 社會學怎麼辦 出了社會才學嘛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呢 就是有這麼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學科是很重要 學科是要告訴你一些經驗 好那學機車會不會很難 因為每個領悟力不一樣 跟對抗病毒 有所不同 重點是平衡感的問題 你要學會平衡感 要學機車之前呢 你要學會腳踏車 那我分享我小女兒 她怎麼學腳踏車的 那時候呢她很小 很小的話我們家裡有一台 腳踏車 腳踏車旁邊又加了兩個輪子 總共有四個輪胎嘛 那就在巷子裡面騎來騎去騎來騎去 那有一天呢她哥哥呢就把另外一個輪胎拆掉 拆掉以後就剩下三個輪胎嘛 他也是一樣 那個很調皮 在巷子裡面騎來騎去 三個輪胎他也在騎 好那她哥哥就又把另外一個輪胎拆掉 剩下兩個輪胎 他就會騎了 在巷子裡面騎來騎去啊 爬了跑去啊就會騎了 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體檢 各位還有印象嗎 你要考駕照之前要做 要做體檢動作 要檢查視力 還有什麼 燈光 照射到燈光的時候你要看清楚前面 還有顏色分辨你也要會 你要看得到啊紅綠燈你要看得清楚啊 那還有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啊 角度啊 有沒有 哪邊在動你要感覺到有沒有在動啊 用眼睛的餘光去 感覺兩側的狀態 這一關體檢部分通過了 你才有機會去 接下來的動作 這是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開車不是只有注意正前方 還要注意兩側 用眼睛漁光去感受兩側的狀態 的動態 好那我們東西要看 路考 那我們看一下路考第一個項目是考什麼 路考第一個項目是考這個看到沒有 穩定換 這是穩定 穩定度 我剛才講過了 平衡感啊 好那你說 這歐巴桑 他不要騎多少次嗎 我跟你說 他會騎 他已經騎好幾年了 但是騎慢的話呢 他就完蛋了 騎慢就放來放去啊 所以地關很重要 你要穩定啊 你穩定的話你才有辦法騎啊 因為你騎 騎起來不穩定的話你就會失控 失控我就不知道你會撞到什麼 看到沒有 他會騎 結果呢就騎成這樣子還好我沒有在他前面啦不然被他撞到 好這是我們 在辦那個新住民考照的時候呢碰到我們台灣歐巴桑 考機車這個影片呢 已經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已經十幾年前了 嚴格講起來要分兩個階段就是說第一個階段你現在要有駕照 有駕照之後呢才能進入第二階段你將上馬路騎機車進入第二階段 才是考驗的開始 有駕照不要太高興 因為你只有門票而已 你要進入第二階段 要如何安全駕駛 好那我們內容呢我們有建設一個教學平台 那平台裡面的資訊呢我們隨時更新 那最大的目的就是讓學員在學習過程中呢也要有安全駕駛的本事 因為呢你沒有幫我平安回家的話呢 一切都是你 因為我們人生 沒有後悔要 也不能重來 好那我們機車的課程裡面有三大課程 第一個是車輛構造還有修復常識 還有道路交通管理法規 這個我們也會教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有課本給各位看 買課本來看 那裡面有三大交通法規 還有呢 駕駛道德 駕駛道德 那駕駛道德裡面內容又牽涉到什麼 交通法規法條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從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博士什麼班都一樣 你出來的目的是幹嘛 賺錢養家 成家立業 那你來駕訓班學了機車 學了汽車都一樣 你出去要幹嘛 要會開這部汽車 要會騎這輛機車 那機車會有什麼問題出來知道嗎 機車會跑在馬路上跑 跑就有風險 那你怎麼要避開風險 這個就要有些經驗分享給各位 好所以呢我們有架設一個網站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一下網站你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這句話要把它記起來 退步海闊天空 因為我們在YouTube頻道裡面看到很多紛爭 不必要的紛爭啊騎機車跟人家產生一些紛擾啊 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人生沒有很長也沒有很短 你要做的事情 多 不要讓這種小事情呢 把它贊助贊助太多時間 所以退步就好了 了解一下機車構造以及 修復嘗試 那這份資料來源是 參考交通部 運援所 機車資 基本結構 運行原理 與操控技巧的獨本 那教練已加入一些自己的元素下去 這樣的話呢會更容易了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段影片 外出前檢查機車 佩戴護具保平安 Check安全帽 Check防風鏡 Check機車功能都OK 肩膀放鬆 腳掌平放 膝蓋自然彎曲 騎乘機車好輕鬆 記得紅燈停在停等區 轉彎遵行兩段式左轉 遵守交通規則 理讓行人不超速 不酒駕 快樂騎車平安行 由於機車經濟 便利 容易學習 使得台灣到處都可以看得到機車的行駛 但也由於它容易駕駛的特性 使得駕駛人常常忽略正確的騎乘機能 方式 而增加了危險性 機車不像汽車一樣有堅硬的外殼 所以駕駛人和車輛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 像是刮風下雨或是路況不良 都會導致機車的穩定性下降 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也跟著升高 一旦發生事故 駕駛人往往因為直接遭受騷擊 而產生嚴重的後果 許多機車事故是駕駛人違規造成的 像是闖紅燈 逆向行駛 未保持安全行車間距 超速等 這些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 常常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 近兩年來在台灣地區 平均每天約發生400件 有人受傷或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其中每天約有520人 因交通事故而受傷 約有12人因此死亡 因此 機車駕駛人應該謹慎的駕駛 不要讓遺憾發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 每個駕駛人都應該養成 平日保養機車和騎乘前檢查的好習慣 每個駕駛人都應該養成 這樣可以確保車輛的正常化 及早發現問題 及早改善以預防事故的發生 以下是機車平日檢查的項目 檢查汽油量是不是足夠 檢查機油與齒輪油的顏色 黏度和油量是否足夠 檢查輪胎 注意胎壓是不是正常 胎紋深度是不是足夠 外表是否均裂 損傷或異常磨損 檢查引擎 注意引擎發動時的聲音 低速運轉和加速是不是正常 檢查煞車 注意煞車拉桿的自由間隙 要有1至2公分 煞車導線是否有外傷 熱滑夠不夠 煞車作動是不是良好 疊視煞車的煞車油是不是足夠 檢查燈類 注意頭燈 方向燈 煞車燈 排照燈的作用是不是明亮正常 檢查電瓶 注意電瓶是不是鬆動 電瓶頭是不是秀實 檢查保安螺絲是否鬆動 保安記號的位置是不是一致 檢查喇叭的功能是不是正常 每天騎乘前 都要檢查直接影響行車安全的三個部位 也就是煞車 燈類 和輪胎 也要注意汽油量是不是足夠至少一天的使用量 一切檢查妥當以後才可以出發 因為服裝顏色的亮度越高 越能提高駕駛人的被辨識度 所以駕駛人應該穿著高亮度的衣服 像是白色 桃紅色 黃色等 尤其夜間騎車時 應穿著具有反光設計的服裝 更能大幅提高行駛的安全性 駕駛人在騎乘機車時 應該配戴安全帽 防護封鏡 手套 和包覆完全的鞋子 購買安全帽時 要選購內層具有西裝功能的安全帽 而且貼有檢驗合格或驗證登錄的標誌 不要使用受過重擊 已經喪失西裝功能的安全帽 也絕對不可以為了透氣 就把內層拆除 戴上安全帽 將扣環扣上後 帽帶與下巴肩 要允許一個指頭穿入 戴得太緊 頭部會感到不舒服 戴得太鬆 發生意外時 安全帽可能會脫落 增加頭部受創的危險性 防護封鏡可以阻擋強風 沙塵或蚊吟 避免眼睛遭受干擾 這樣駕駛人才能專心的騎乘機車 穿戴方便手指手掌活動 而且具有摩擦力的手套 可以保護手部 避免汗水濕滑 使手部能更準確的控制油門和煞車 但是不要在手把上加裝固定式的防風套 以免妨礙雙手對車輛的控制 駕駛人穿上包覆整個腳部 而且防滑的鞋子 才能避免腳部受傷 或因為腳底滑溜而導致的危險 周全的護具是保護駕駛人安全的基本措施 騎乘機車 我們一定要穿戴齊全的護具 騎乘機車的時候 眼睛要注視前方 廣為蒐集前方訊息 肩膀自然放鬆 手肘稍微彎曲 並往身體方向靠 上半身稍微彎曲不用力 手握把手 並以握把前緣約一指幅的寬度 以方便抓放煞車拉桿 大腿輕輕貼著坐墊 膝蓋自然彎曲 和前置無相保持約10公分的距離 腳掌平放在踏板上 腳尖朝前稍向內靠 設有固定後座的機車 可以負載一人 負載者必須戴安全帽 負載者的身體要和駕駛人保持平行 不能側坐 以保持行駛的平衡 雙手交握在駕駛人腰部 膝蓋輕輕夹著駕駛人的大腿 腳步平踏在後座踏板 保持輕鬆姿勢 駕駛人在行駛中 從蒐集交通訊息 經過思考判斷 最後產生決定 並採取行動所需要的時間 稱為反應時間 這段時間內 車輛行駛的距離 稱為空時距離 接著 從車輛開始減速到完全停止 所經過的距離 則稱為煞車距離 而煞車停止距離 則包含了空時距離 與煞車距離 所以保持安全的距離 應該以煞車停止距離為依據 以避免追撞前方車輛 由於行車速度越快 空時距離與煞車距離 會越長 所以騎乘機車時 安全的跟車觀念是 實時注意前方狀況 和前車動向 與前車保持 隨時可以煞停的距離 在騎乘時 如果天候不良 則應該要與前車保持 更長的距離 正確的煞車方式是先回油 也就是將油門恢復到 不加速的狀態 讓引擎煞車發生作用 再同時使用前後輪煞車 逐漸將煞車力加大 到車輛停止為止 遇到特殊狀況 需要緊急煞車時 必須立刻回油 並同時使用前後輪煞車 一次完成煞車的動作 而且要保持車輛在直徑的狀態 不可以將車輪鎖死 以避免車輛滑溜而失控 若發生滑溜 則要減少煞車力 直到車輪恢復轉動 才能重新控制車輛 煞車的方式 也要依照外在環境做調整 像是路面性質 天候狀況 都會影響煞車的操作和功效 行駛在上坡路段或施滑路段 以後輪煞車為主 前輪煞車為輔 而在下坡或乾燥的路段 則以前輪煞車為主 後輪煞車為輔 加速時 應將握把緩緩地轉動 使車速平穩地增加 如要減速 則以放鬆油門的方式來控制車速 有需要時再使用煞車 千萬不要加速過快 更不能有飆車的行為 違規超車 一直是導致交通事故的重大因素之一 因此沒有必要最好不要超車 如果要超車 一定要有充分的把握 先打方向燈 預先告知其他車輛 然後從前車左側 以最短時間超車 千萬不可以和其他汽機車 在同一車道內 持續並行 或在車道間左右穿梭 車輛在彎道行駛時 會因為慣性作用而產生離心力 因此駕駛人和車輛 必須適度地傾斜 才能克服離心力 隨著車速增加 離心力變大 駕駛人的身體 和車身傾斜角度 也必須跟著加大 才能順利地轉彎 假使車速過快 無法克服離心力時 會發生向外側偏走的現象 因此在進彎前要充分減速 確認彎道半徑後 以適當的傾斜角度 和平穩的車速過彎 出彎時 先確認安全後 再加速扶正車體 但是切勿在轉彎中緊急煞車 雨天騎車時 因為路面的摩擦係數降低 車輛較容易打滑 煞車距離也會變長 所以要減速慢行 也要和前方車輛保持較長的距離 行駛在碎石路 或不平的路面時 要放慢車速 身體要放鬆 隨著車體而上下起伏 以減少衝擊的力量 並保持車體平穩直徑的狀態 人的眼睛在面對不同明亮的光線時 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變化 因此進出隧道時 一定要減速慢行 開亮頭燈 讓眼睛適應變化 會車時對向車輛的燈光 會對駕駛人的眼睛 產生眩光 因此車輛交匯時 不得使用遠光燈 當駕駛人眼睛遭受眩光時 視線要避開光源 而且要減速慢行 眼睛的視力 會因為行車速度增快而下降 視野範圍也會變窄 因此駕駛人要避免超速行駛 以防止因為視覺判斷錯誤 而導致事故的發生 汽機車行駛時 駕駛人必須藉由照後鏡 了解後方的狀況 因此絕對不可以拆除照後鏡 而照後鏡也有視線的死角 所以在起步 轉彎 變換車道時 要轉頭確認後方狀況 也要避免駛入汽車的死角範圍 才不會發生危險 大型車高速行駛時 因為推擠空氣的關係 會對周圍的物體產生犀利 因此機車應該避免靠近大型車輛 或是穿梭在車輛間的縫隙 汽車轉彎時 前後輪行進的軌跡不同 在轉彎的內側會有一段差距 稱為內輪差 軸距較長的車輛 內輪差也較大 因此遇到大型車轉彎時 要與它保持距離 才不會被捲入輪下發生不幸 騎乘機車一定要了解 道路上處處可能存在的危機 例如行進路邊攤販 招牌 大型障礙物或停放的汽車時 要減速慢行 與它保持適當的距離 才不會因為視線被遮蔽 而和闖出來的人 車發生碰撞 或撞到突然開啟的車門 行進坡道或彎道時 要靠右減速慢行提高警覺 才不會因為視線死角 而與對象的車輛發生對撞事故 騎機車一定要先考取駕駛執照 只要滿18歲 經體檢合格 並通過相關科目的考驗 即可考領相關種類的機車駕駛執照 千萬不可以無照駕駛 遵守交通法規 是安全駕駛的第一步 機車專用道與機車優先道 是機車專用與優先行駛的路權 機車在雙向道時 可以行駛在最外側快車道和慢車道 而在單行道時 則可以行駛在慢車道 與慢車道相鄰的快車道 如果未劃分快慢車道 機車可以行駛最外側兩車道 單行道時 可以行駛在最左右側車道 機車停等區 是機車在紅燈路口停等的位置 左轉時 應遵行兩段式左轉 行駛在未劃設車道線 行車分向線 分向限制線的道路 車速不能超過40公里 在慢車道也不能超過40公里 在沒有劃分慢車道的向道行駛 都要注意共用路權的腳踏車騎士和行人 尤其在超越它們時 要提高警覺 與它們保持適當的兼具 並且減速慢行 以避免與突然變換動向的腳踏車 發生擦撞 行駛未設行車管制號制之行人穿越道前 應減速慢行 當遇到行人時 無論是否有行駛行人穿越道 也無論有無指揮人員指揮或號制指示 都要先暫停讓行人通過 行進巷口時 一定要減速或是停車查看 以免撞擊巷道內突然衝出來的車輛 相反的 當我們行駛在巷道 到達路口前 要預先減速或停車 確實查看 絕對不可以貿然的執行或轉彎 以避免危險 機車停車時不能違規停車 也不能停在身心障礙者專用的停車格 以及彎道 狹路 和公共場所的出入口等地方 更不能停在禁止停車 和禁止臨時停車的地方 機車行駛時 駕駛人不能使用行動電話 更不能久後駕車 在路上蛇行 或僅以後輪著地 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也不可以拆除消音器 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 否則將會受到非常嚴重的處罰 發生車禍的時候 駕駛人要保持鎮定 如果只是輕微的擦撞 應該將車輛移到路旁 並盡快與對方達成和解 發生嚴重的車禍時 先利用現場的物品設立警告標示 並打110電話報警處理 在電話中 要將事故地點 時間 車輛種類 和傷亡情況說明清楚 沒有人傷亡時 可利用具有標記功能的物品 劃線定位 機車輪胎 和把手的位置 最後將車輛移到路旁 等候警察到來 有人受傷或死亡時 要立即救護傷患 或打110尋求救援 但不得任意移動 造勢車輛 和現場痕跡證據 只有智人受傷案件 當事人均同意時 才可以將車輛移到路邊 警察處理現場時 必須確認相關紀錄是否正確 才可以簽名 以維護自己的權利 發生車禍時 當事人最好親自 或委託他人報案 絕對不可以禁自離開現場 否則會受到吊扣 吊銷駕照 或刑事的處罰 遵守安全駕駛的五大要訣 抬頭遠看 增達安全距離 放寬視野 掌握兩側動態 雙眼游動 收視四周環境 衡量環境 預留安全出路 適時示警 預告行車動向 平安騎車最easy 別忘了檢查車輛 佩戴護具 和遵守法規 危險事故都遠離 快樂安全平安規 看了這段影片之後呢 他裡面談到的內容 安全檢查的項目 還有呢 行駛前的檢查 那駕駛人的服裝還有顏色 會造成我們什麼影響 還有呢 護具的功能 如何正確的穿戴安全帽 好第五 安全騎乘的 姿勢 第六 煞車的 操作 第七 轉彎的 安全常識 還有呢 潛在的危險 與應變措施 好第九 駕駛的一些規定 那最後呢 談到了事故的處理 希望各位學員看過影片之後呢 要把牢記在心裡面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糾紛 那我們也稍微來了解一下 分析一下 客人才剛換完輪胎 沒多久又騎回來 說他的後輪出現怪聲音 為了找出原因 車行師傅乾脆把輪胎拆下來檢查 發現怪聲音來自車後端 是傳動開閉盤的零件 培零老化導致 這個東西 可能你一般保養 這邊沒有上流 久了 油 霧化在裡面 導致這個 已經壞掉了 但不管師傅怎麼解釋 客人似乎聽不下去 強調他換輪胎之前 沒有出現異音 要求車行要負責 那你說為什麼換輪胎 就會有機會 換輪胎 換輪胎對換輪胎 不換輪胎 這沒意思 轉一轉 也沒有所謂 你講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不管他裝什麼啊 可是 來自人都沒有問題 位在桃園這家機車行 日前有男子上門更換後輪 換好後沒問題離開 但五分鐘後卻說 後輪有怪聲音 懷是車行安裝過程有問題 師傅現場拆下後輪檢查 告知出問題的是在輪胎左邊的 傳動開閉盤 但男子無法接受 事後還留下一心負貧 讓店家相當氣憤 開輪大概跟開閉盤有異音 沒有關係啊 他要的就是 不要有聲音 我之後回他 不可能 滅滾跟培林 他有髒東西啊 或是培林本體 有問題 發出異音的傳動開閉盤 是機車的變速系統 位在後輪左側 主要是控制後端皮帶的零件 類似腳踏車的後齒盤 屬於消耗品 車子行駛一定里程 加上沒有保養 就會耗損 發出異音 一般車行會建議更換 開閉盤 或是整組的 離合器總乘 要價大約兩千到三千 遭控車行說 如果是他們的錯 他們願意承認 但如果客人硬拗 也絕不會接受 客人無理的要求 東森新聞 蕭華明在桃園採訪報導 看過這則新聞之後呢 那教練為什麼會播 這段新聞給各位看 因為各位以後 也可能會碰到 但是 我們以公平的觀點來講 這個機車行的老闆呢 他也不是很 應該說啦 經驗有點不足 不用說換輪胎 那機車行老闆簽進去之後呢 他會先檢查一下 他會先檢查煞車 檢查輪胎全部都檢查一輪 還有呢這個輪胎他會搖搖看喔 搖動看看喔 如果那個剛才講的那個培林已經有磨損了 他搖動的時候呢會有那個間隙出來 晃來晃去 這樣我們騎機車就會不穩 因為他沒有這樣做 客人放在那邊 就走了 這個產生糾紛了 那他剛才有談到一個叫培林那什麼是培林呢 國語叫做滾珠軸 滾珠 裡面叫了一些 滾珠 那你的走才會運轉 很多機械方面都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裡面又抹了一層 黃油 那黃油的話呢我們閩南話叫做污油 污油 潤黃 滾動久了之後會不會磨損 會啊也會磨損 磨損之後呢就會晃晃晃動 就會產生異音出來 裡面的黃油也會變質啊用久了你都不換的話也會變質 其實是一個消耗品 好那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培林 我們點進去看有沒有 這個叫培林 培林的製作 那這是這個培林 我們講的叫做培林 因為他有大大小小很多種 很多種 只要有滾動的東西 都要裝到這個輪胎 機械 都一樣 都要這個東西 大小 很多種 很多種 好那因為網路很方便 所以我們就搜尋一下 軸承 的製造 介紹他就選擇很多 很多出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培林 因為 如果講培林 聽到沒什麼 聽到沒什麼 因為是很專業的東西 那我們的 機械方面 很多種都應用到 每部機械都會用到 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科目了 裡面有前沿 還有機車的分類 還有機車基本的構造 機車基本的運作 還有呢 機車 機車檢查 檢疫的保養 那機車檢查跟檢疫保養就是剛才我們影片談的已經非常詳細好那我們也稍微來看一下好了 好前言 他這邊告訴我們機車在我們台灣很多人在使用 因為方便 而且呢又不貴 那一談的用 騎幾十年都沒問題 如果你保養得宜的話 騎得更久 所以蠻不錯的 所以在我們台灣的話 機車 非常多 因為很方便 方便 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 到底有多少多少機車嗎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連連看 我們點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交通部他們的網站 監禮檢疫資料查詢看到沒有 這個交流有做連結 從民國77年統計到今年 我們往下拉 看到沒有 113年 我這回口非常恐怖耶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樣對就知道了 看到沒有 機動車輛總數就是汽車跟機車全部的總數量是 23183127台 那這邊是增加的那個百分比 增加的1.21% 好那汽車呢 8613578輛 那機車 機車更恐怖囉 14569549輛 那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的話呢 會有99台 幾乎是一個人一台 那車子那麼多就會造成很多車禍發生 台灣的面積不會長大 但是你車輛一直增多 車子填放也有問題 那人多的話騎機車也會心乎氣躁 那就會很多的狀況出來 那我們往下看 機車的分類 這個我們大概看一下就好 他以排氣量或者馬力來分類 好那這個是小型清醒的機車這是電動車 電動車 他這邊有告訴我們 馬力小於1.34匹馬力 或者呢 他的行駛速度最快呢 在45公里以下 那車牌呢是 紅字 白底 好那這是普通清醒的就是我們常常也可以看到的 50cc以下的 那電動電動的部分呢是5馬力以下 好那1.34馬力 上的 那速度呢 超過45以上的 那是綠色綠底白字的 那電動的話呢他有顯示電動車 清醒為電動車 他可以投保強制責任險 那強制責任險是什麼 強制責任險就發生車禍以後呢 是理賠 受傷 醫療費用 那如果有死亡的話呢 就200萬 就200萬 那如果殘障呢 他有等級 那個還要經過見地 那教練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教練老婆出過車禍 我知道 這個很麻煩的件事情 那個有機會我們再談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影片一下 老婆 我們來換台電動自行車吧 不用申領牌照呢 不對喔 你的資訊過時了 過時了 對 電動自行車已經更名為微型電動二輪車了 除了要領牌照 也要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車主如果兼滿6個月 沒有再投保 是會被註銷牌照的 你怎麼都知道啊 我可是優良用路人呢 微型電動二輪車 也要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行車安全更有保障 好這是 新的規定 111年的規定 好我們就往下看 普通重型的機車 我們一般在馬路上都可以看得到的 50cc以上 250cc以下 那車牌呢是白底那黑字 那電動車的話呢有些是電動車 那大型重機 他排氣量就 比較大 那通常我們會可以看到車牌是 黃色的 黃牌的大型重機 是250cc以上到550cc以下 的重機 他的馬達就是 超過40匹馬力 那大型重機就是 紅牌 一般紅牌 那是超過550cc以上的 機車 馬力在54馬力以上的 那以使用燃料的分類的話呢 有的話呢又有分兩種 一種是我們在常常在馬路上看到的跨騎士的 一般的話都是檔車 那還有一種是 踏板式的機車也有兩種 有兩種好那一般來說呢 跨騎士的 就是可以換檔 檔車 好那這個是 踏板式的機車 俗稱速克達 Skuda 他是無段變速的 你油吹了就走 油放掉他就慢下來了 不用再打檔的部分 所以呢 便利性比較高 那使用的人也比較多 好那目前呢 電動車也分兩種 一種是充電式的 你要是機車 機車騎到那邊 接上插座充電 那另外一種是交換式的 交換式的就像卡帶一樣 沒有電的抽出來 去充電 充好的電呢先裝上去 所以更加方便 更加方便 那他這裡的顯示喔充電站的建置成本比較低 而且固定式的電池 不容易移動碰撞 或損傷安全性比較高 那目前呢 目前 充電式的機車 時間 會就是等待時間會比較久 應該要等 充電時間 沒有辦法 換完就走人了 所以呢 有優點還是有缺點 我們看一下 這是充電式的充電站 機車要在那邊充電 那另外一種就不用了 交換電池 這是更方便 更方便 看到沒有 這是我們常常在很多加油站都會看到的 電池 好那車輛的基本構造 我們也稍微看一下 汽油車燃油車 好就是外觀我們 大概看一下 來看一下就是這些 方向把手就是調整方向的 那就是 作用在控制車輛的行進的方向 那油門在哪邊 油門在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右邊這裡看到沒有 右手把 後視鏡的部分呢 就是使用於起步啦 轉彎啦 超車啦 變換車道啦 以及行駛中 我們隨時都要注意 後方來車的狀況 來減少 交通意外的發生 那後視鏡也有死角 要配合我們轉頭查看 掌握 後方的狀況 這邊要提醒各位 這個不能拆掉 這個一定要有 頭燈的部分 他有分 軸型燈跟頭燈 軸型燈跟頭燈 有些設定是沒有啦 有一個大燈 大燈 那大燈就遠光燈跟進光燈 開關在這裡 遠光燈的話是 藍色的那個燈號 那關掉的話就是進光燈 我們看這張圖 上面呢 是遠光燈 藍色燈亮的 晚上投射角度比較高 那白天的話呢 也會看得到 比較亮 好那 進光燈呢 就比較 比較低 那個角度比較低 好那 亮度也比較 不是那麼亮 我們從外觀可以看出來 接下來是方向燈 方向燈 他這邊的告訴我們喔 不管你是左轉右轉 要在 轉彎之前的30公尺前 打方向燈 但是打方向燈 不是確定能左右轉 你要確定 後方來車有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你轉彎之後呢 會不會影響到後方來車 所以各位學員一定要記清楚 不是打方向燈就可以左右轉 還要確認安全距離 尾燈還有呢 煞車燈 尾燈就是你開燈的時候他就會亮 那煞車燈呢就是你使用煞車的時候 他會 更亮 更亮一點 好這個是煞車燈尾燈 尾燈 好這是 燈泡 頭燈的燈泡 頭燈的燈泡呢一般是兩個 兩個新的 兩個新的 因為進光燈 有光燈 那 那進光燈的話呢就 兩個燈師 一個燈師沒有開 那只有一個燈師亮的 所以會比較暗一點 遠光燈呢就比較亮因為兩個燈師都 打開的 好再來煞車燈煞車燈也是兩個燈心 打開的話小燈 就亮了嘛 那你煞車踩下去之後呢 他會 另外一個燈師也更亮 會更亮 那方向燈就一個燈師而已 這個燈泡的部分 那這邊要提醒各位學員 燈泡壞了 我們也可以自己換 不過呢 你要換燈泡之前呢 你要把 原來壞的燈泡 拆掉 那拿去 材料行買 要比對一下 你不能隨便亂買 隨便亂買 你會多跑一趟 知道嗎 做任何事情都一樣 你壞的東西要 換零件 你就是要把 原來的 舊零件 拆起來 那來拿到材料行去比對 你再買回家使用 這個要提醒各位學員 這個是可以自己換 好這是 油箱 油箱蓋的部分 大部分都差不多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 那這是 機車孔的部分 好這是打開 鑰匙 好那這部機車的設計呢 還有安全帽的掛鉤 在前面這裡兩個掛鉤 那車種設計不一樣也會有所不同 接下來隨車工具 一般的機車只有隨車工具只有這兩根 這叫套筒 套筒要猜什麼東西的 要猜火星塞的 就是點火那個火星塞 那還有就是 這個工具是 就是一字型的旗幟 還有十字型的旗幟 這個這兩根工具 好那這個是火星塞檢查 稍微了解就可以了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用去拆這個東西 交給保養廠去幫我們拆 要能拆到看到火星塞的話呢 還要拆掉外殼 那你拆掉外殼的話呢 你不會拆 到時候呢你又裝不回去 所以我們知道就好 我不建議各位學員去拆這個東西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新聞 他說電瓶皮帶火星塞 常常被坑的三大零件 讓我們來看看他講了些什麼 那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什麼東西最常會被坑呢 就是機車裡頭這個火星塞 有時候只是下雨失掉了 其實還可以用 或者是電瓶其實還可以再充電 又或者是這種皮帶只是有一點裂痕 還有還有就是輪胎了 刺破了一個洞其實還可以再修補 但一般的顧客因為沒辦法分辨好壞 許多修車師傅就會憑著他的老經驗哥 你說這個壞掉了不能用一定得換新的 往往就被敲了一筆 但民眾其實可是有自保的方法 我們電流表 這還是低電量 所以這種電量是沖完過後還是沒有辦法 我們才會建議他更換 另外被坑的風險還有這個 就是材料的品質 因為正廠跟副廠 民眾也不見得分得清楚 像這個電瓶正廠的要1000元 但副廠的只要600塊 價產將近一倍 正廠是公司原廠做的 它本身的壽命是比較長 而且它的是比較好用 副廠是一般坊間在做的 因此像皮帶 電瓶或者是輪胎 常常被顧客拿來比價 現在許多車商也推出了供訂價目表 只要是公司認證過的店家都得照上頭的價錢來報價 有了專業的儀器跟規定的價目表 也讓消費者可以多一分的保障 免除被坑的疑慮 東線新聞 我們是利亞哥愛秀